人体骨骼肌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 根据统计65岁以上有四分之一的男性 五分之一的女性有肌小症的情形 可以从手握力、肌肉质量、步行速度三个面向进行评估 若步行速度每秒少于0.8公尺 就可能是严重的肌小症 必须进行治疗才能减少跌倒以及并发症 降低死亡的可能性 这三个指标都确定已经少的话 就要做三个处理 第一个要挂复健科、加医科 要查看看是不是有股脂疏充症 是不是有其他的慢性病 跟高血压糖尿病或三高有关 那再来我们要同时给他运动处方 就是说还是要运动 但是可能要在安全的步行的范围之内 多少的量来做运动 第二个我们要给他营养处方 如果有涉及到股脂疏充 还是要补充钙 还要补充适当的氨基酸 或是适当的这些营养补充 那再来要减少它的流失 要避免咖啡、茶 还有可乐、汽水 这些不利于我们骨质保护的 这样的一个营养 那最后就是要请医师来开 是不是需要一些必要的药物 谢盈华院长表示 老人家因为吃的简单或偏食 容易摄取单一食物 而造成营养不良 建议多样化摄取 补充含有氨基酸的食物 降低肌小症的发生 一餐里面至少要三到四样的菜色 才有可能获得这些氨基酸、维生素 甚至微量炎素 但是通常老人偏食 只有一种单一的食物 食材或是两种 那日本甚至推出 15种食材以上 那是更难的 包括你的蔬菜 一样一样算的话 包括饭、牛奶 还有你的副食品 所以我们尽量控制在 8到10样的食材 在一天里面的摄取 因应高龄社会来临 长者健康需求增加 泰安医院以公益性社区关怀为出发 每个月都会安排一到两场的健康奖座 增进社区银发族的保健知识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南卫生